我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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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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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这只房子都给他炸了 喂喂喂 你干嘛呢 为什么要炸我房子啊 你看那条的房子 难看死了 抽死了 再看看人家汉堡的 小王子是不是讨厌那条 所以才给他做这么难看的房子 什么 你个黑粉什么都不知道 能不能不要乱说呀 什么黑粉呀 我可是你们美食村的粉丝啊 还粉丝呢 我们粉丝 哪有像你一样炸美食村的呀 什么 谁说不能炸了 我就炸 我就炸 你做的难看 快不能炸了 你过分了 我就过分了 反正现在我把拉条的房子已经炸了 我看你怎么办 你必须重建 我眼里轮不到难看的房子 你 怎么回事 我的房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大哥粉丝刚走你就来了 我的房子呀 小王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的房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刚刚有个粉丝炸了你的房子 什么粉丝 黑粉吧 怎么光炸我的房子呀 小王子 我现在都没有地方住了 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露出街头吧 呃 这 小王子 不许些些 给你借好了 嘿嘿 那就拜托你啦 先收拾收拾这片狼旗吧 好离开 再把房子的低机做出来 用水泥块做 大概做出形状就行了 具体大小根据手感来就行 到时候还能修改 春坛到了 私房间 垃圾成灰 泪屎干 做成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虽然看着好像有点普通 但我做出来就不一样了 先做一下轮廓 高度6格就行 没毛病 干就好了 做成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就是二楼的部分了 二楼也是一样的 需要我们先做轮廓 高度都是一样的6格 注意 我们得控出一些地方来 像这样两边中间我们空出了一点 这样为了让我们房子更加美观 最后就是三楼和楼顶的部分 看也是空出来的一些地方 逐渐变小 这样看还可以吗 别急 再来修饰一下 这就是房子整体的样子了 怎么样 是不是还不错呢 是不是觉得没跟上 也就是上了个色 装饰了阳台 墙壁窗户的部分 觉得好看就点个赞吧 最后一部分就是给房子装饰 好了 房子内饰住都好了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这会不会被粉丝吐槽丑了吧 哇 这房子好大呀 怎么样 还可以吧 可以可以 你做的都好看 之前的房子黑黑的 没有朝气 这个房子就非常的有活力 超级好看 我喜欢 哥哥哥哥 跟着我 来来来 这二楼是你的房间 不错不错 带你去三楼看看 哎呀不用不用 你见得我放心 翔子 你先走吧 我如是欣赏一下我的房子 好的 不对 这辣条怎么感觉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给我YG这是什么 啊哈哈 那是 要不是我找到粉丝 把我自己家炸了 也不会有这么好看的房子 辣条你说什么 我说 我把之前的房子炸了 哎 小红子 什么是你 好啊 你为了让我帮你建房子 骗我是吧 还不是你给汉堡建新房子 是不是在你心里 汉堡最重要 我只知道 哼 不理你了 哎 不对呀 明明是你套路我呀 喂 你给我回来 嘿嘿 还好我错得够快 好啊 拜拜